除了是說他知道這種議論宣傳戰很重要 畢竟在這種媒體上要搶先 澤倫斯基以外 他自己內心可能也不安 所以才會傳出這種消息說 要開始演習 核武的演習 那我們就想 你在國內演習核武的話 你如果沒有啟動去用核子武器去攻打烏克蘭 你怎麼會在你自己國內核武演習 你是一往北約還是一往美國 會用核武攻擊你嗎 到今天為止北約都還沒有宣布參戰 你怎麼會要自己國內國人在參加演習 但是你聽到電視講話 不是只是演習 他對國內對他反對 他這場戰爭的這些勢力他不滿 憤怒 這相比之下高低就立判 人家澤倫斯基是對他國內的人民 軍人是不斷的鼓舞 給他們信心 給他們士氣 然後要大家鎮定一起抵抗 結果普丁是在電視上是告訴 等於全國大家就看 你沒有安慰大家說不要去搶糧食 我們糧食很多 不要去搶糖 不要搶衛生紙 他不是 他那種憤怒不滿 表示他已經控制不住了 而且那個勢力 反對他的勢力一定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高 不然他不會露面出來對發表這種談話 可能這些將軍指揮官被犧牲掉 被打死了 他有所警惕 如果說你的通訊裡面都不能讓你的指揮官有安全感 人家一定是守定你 只是我想不通 你的艦隊副司令 也沒聽說烏克蘭的炮火攻向黑海艦隊打成了哪幾艘船 也沒有聽說這樣子 我只看到一個報導是說 上前線作戰犧牲 就表示你有登陸 那你這個黑海艦隊的副司令 你是登陸嗎 你登陸要幹什麼 登陸的應該是陸戰的 你是艦隊副司令你登陸幹什麼 我們都搞不清楚這個消息從哪裡冒出來 但是這個消息絕對是確實的 而且普丁也絕對是知道 知道了 他已經相信整個通訊聯絡 你指揮官總要有通訊告訴你底下部署怎麼樣進攻 是被人家掌握住 現在俄國軍方的高層可能人人自為 對啊 擔心自己都被鎖定 人家一定是鎖定你 所以我們在想奇怪 這樣會不會 現在全世界幾個有名的這種電子科技大亨 不是都一直支援烏克蘭嗎 你不要以為他們只是給你打手機用的 給你們可以通信自由 這種東西用在軍事上 說不定就是用這種作為武器來鎖定你這些指揮官跟這個艦隊副司令 所以我們來看這場戰爭已經所有可以用的東西全部都用出來了 包括媒體宣傳 包括什麼 到今天俄羅斯這個國家的媒體還是以他們的中央為準 還不斷地緩宣傳做製造假新聞 一直讓烏克蘭以為是烏克蘭來攻打他們 俄羅斯 烏克蘭不聽話怎麼樣 所以到今天為止媒體的混戰成為普丁最危險的一個用途 如果這些真相讓俄羅斯的人民都知道的話 那反對普丁的勢力更大 更集結在一起 那時候可能莫斯科自己內部的動彈 會比基普血戰更危險 好 烏克蘭全國陷入戰火 竟然也出現了國際廣告 好 烏克蘭這個國際廣告的就是要告訴西方世界 不要再姑息俄羅斯了 因為飛彈遲早會打到你的國家 來時期 看起來澤倫斯基也希望跟普丁能夠談判 因為他說失敗恐怕會釀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一路的發展似乎也都被烏克蘭所料中 的確 因為俄羅斯其實久攻不下 然後打了一個多月 死傷這麼慘重 可是卻沒有一個明顯的進展 他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去完全控制哪一個城市 在這種狀況底下導致 我認為普丁的確看起來 他的壓力勢必會很大 所以剛剛大家討論說 他是不是可能會用核子武器等等 就是越來越極端這樣子的方式 我認為很有可能 為什麼很有可能 的確是因為他面對到內外交迫的兩股大的 極大的那個壓力 所以剛剛其實在講就是說 很多的觀察認為說 普丁的形式風格跟過去的確有蠻大的不一樣 其中還有一個例子是說 他的貼身秘書 他的貼身秘書要跟他見面的話 你要先隔離七天 你說不對啊 你貼身秘書 還要隔離七天 因為普丁現在已經不信任任何人了 他只信任他一個至交好友 然後這兩個人呢 就是普丁跟這一位至交好友 他們都滿腦子充滿了對於過去蘇聯時期的那種 那種俄羅斯的大榮光的光景 那其他人任何談話都講 他都聽不進去 這也導致說他對於身邊所有的人 通通都不信任嘛 那就連他的最貼身的這個秘書要見面 約時間 而且先隔離七天 說在這種狀況底下 這個是他自己個人風格的部分 行為感覺上蠻異常的 另外一方面 他的這個俄羅斯人民內部 勢必也會造成壓力啦 不可能說對他來說 完全無事 這些各種出現的現象 都會讓這個俄羅斯內部 陷入一個大的紛亂 普丁現在一意孤行 他們內部必須要化解掉 這些壓力的方式 持續死壓的嘴硬 說啊幹嘛瘋牆物資啊 我們物資相當的充分啊 你們這些民眾啊大驚小怪啊 太過情緒化 還被這些搶控 克里姆林公出來罵民眾 對克里姆林公的發言人出來罵民眾 你們太情緒化 你說這些東西 這些談話會不會更加加深這些人民的憤怒感 勢必會更加的憤怒嘛 再加上反戰的的人仍然持續的在集結 然後持續的被抓走 然後呢更多的主播更多的編輯 不斷的希望告訴俄羅斯人民真相 然後紛紛的這個離職也好 或者是透過自己的方式 希望讓俄羅斯人民知道那個戰爭的殘酷和真相的時候 我認為普丁你再死壓著嘴硬 可是那個內外交迫的壓力到最後真的會迫使他這個撐不下去 那所以越撐不下去他手段就會更極端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會傳出來說 原來俄羅斯的內部在考慮說是不是要對普丁下毒 是不是應該要先把這個人給滅口了 因為如果不把你滅口 可能被滅的是整個世界的上面的 整個這個北半球的人的話 那當然是先滅你啊 所以我認為那個狀況是持續在惡化中 那所以如果他施加更大的壓力 拜託烏克蘭都已經都已經頂過了快一個月的時間 他怎麼可能會在現在這個時間的說 我給你最後通牒 然後我烏克蘭投降不可能 所以那個雙方持續的拉鋸 還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就得看說普丁在巨大的壓力之下 什麼時候才會真正垮掉 現在俄羅斯的民眾呢 到底是什麼樣的恐慌心理 所以才會出現去買糖或是買這些物資 而且排隊的都是俄羅斯人 大排常有景象 到底反映出什麼樣的一種恐慌心態的 見明哥 俄羅斯民眾會不會覺得 今天你普丁打人家烏克蘭 哪一天會不會換成是俄羅斯被其他國家所打爆 我們來看幾個很驚恐的畫面 這是一個百貨公司 一個我們說的量販店 全都空的 你看後面架上都是空的 這是一個畫面 因為擔心整個食品供應鏈可能會斷掉 再看這個畫面 這是一般的市場 還有可以買到的東西 你看幾爆人潮啊 這不是消費忘記啊 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趕快這個一再集的這個算帳啊 那當然這畫面就是被假造說是俄羅斯要提供烏克蘭的民眾 商東西 但事實上結果事情是 這些人才是俄羅斯的人 而且他們在排隊買的竟然是糖 我們這麼講 這裡面其實最關鍵字 剛才就是這個糖這件事情 其實俄羅斯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一個糖出產國 而且他們自己的糖量是足夠的 結果俄羅斯民眾竟然會擔心到說沒有糖去搶 你要知道喔 再怎麼樣供應充裕的東西 當很多人都去囤積的時候 他也會沒有 那你想看假設我今年可以生產一萬噸的糖 我可以出產的是這個 假設我可以 我生產是一百萬噸的糖 我可以出口二十萬噸 但多出來這二十萬噸 假設有多二十萬人去買 然後或者更多人去買 他把它囤積起來的時候 或者一些廠商 他也擔心為了糖不夠 一起囤積的時候 就會一種畫面 你進去的時候 你發現買不到 當你買不到會什麼情況下 你可能就打電話給你的朋友說 我去買糖 沒有糖了 這時候那種搶糖的風潮 就會延續起來 那當然你出來搶糖 接著就要躺沙拉油 接著就要搶 不要忘記 俄羅斯全世界最大的葵花油的生產國 一樣 當你恐慌了情緒之後 你再多的身材都被搶走 那接著就是衛生紙 那以前喔 普丁為什麼氣勢這麼強呢 因為他覺得 我有天然氣啊 我有石油 我有煤炭啊 我根本不需要你西方的這些國家資源 我拿石油砸你 你就要跟我把東西買過來 所以過去他基礎設施其實很弱 而且呢 重點事情是俄羅斯蘇聯解體之後 大型的工業都落在他周圍 這些就是我們說他周圍 這群這些胡群扣 應該說是一些才有錢人 所以其實民間的投資並不那麼強烈喔 那我講幾件事就多恐怖喔 因為你能想像 只是區區的1260萬美金的 這樣的一個債息 1260萬美金真的 並不是個大錢 就可以讓俄羅斯最大的北方鋼鐵 可能要宣告倒閉 而且你知道非常誇張的事情是 他這因為現在 俄羅斯現在已經美元管制了嘛 所以他當然就跟這個央行說 我有比再息是1220萬美金要到期 我可不可以動用我手上的戶頭 去支付這1260萬美金 當然你這麼大的北方鋼鐵 是俄羅斯最大的鋼鐵廠 雖然他把馬利波羅 這個全球最大的鋼鐵廠給幹掉 他自己的鋼鐵廠是要運作啊 那你知道嗎 他們央行就說 OK你可以動用這筆錢 那理論上動用了 你這個錢就可以出去啊 沒有卡在一家銀行 叫做花旗銀行 花旗銀行說 對不起你的資金不能動用 因為你的資金 但動用我 對你動結了 你一旦去支付這筆錢 我花旗銀行會出事 那我們知道俄羅斯全世界 最大的假肥的出口國 他基本上靠假肥 就可以賺取全世界財富 結果你知道他們最大的 這個肥料公司叫做Eurocam 一樣也是這問題 他現在有些票券 金額都不是很大 就是你知道我們知道 企業本來就有些票券融通嘛 他也是票券到期哦 他也順順地要繼續付錢的時候 發現到他自己的銀行的國外資金 也被凍結了 他錢也付不出去了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雖然我們知道在這個 對上禮拜 大概上禮拜四的時候 他們這個歐洲 這個我們說俄羅斯央行 有一些小小在席呢 有到期 是